佛教的教学 它的目的就是 令一切众生历苦得落 所以佛教是历苦得落的教育 它的基本理念是 苦是从谜来的 落是从谜来的 所以根据这个基本理念 制定了教学的宗旨 破迷开悟 这样把它落实到教学 教学是手段 这个手段可以达到破迷开悟 可以得到历苦的路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现在很多人对佛教产生 严重的误会 受这么多苦难 叫冤枉受的 就是对于佛法缺乏认识 疏忽了 以为它是没有用的东西 一个错误的认知 造成这么大灾难 那么今天全世界的人 都在想着怎样让社会 恢复安定和平 只有一个新知新建的 英国唐恩比波斯 他指出来 要解决21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跟大臣佛法 先知先觉 指着这条路 这条路正确 光明大道 唐恩比指出来 真正认识的人并不多 对唐恩比的话 存着半信半疑 不敢尝试 我们也是遇到郝老师 如果不遇到方栋梅先生 我也认为宗教是迷信 佛教是迷信 一生不可能就碰他 那就要受万般苦楚 不可怜了 这是在他这一堂 这些该论过程当中 我认识佛教 他告诉我 佛教是哲学 不是宗教 高等哲学 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这是他告诉我的 很幸运 很幸运 我在不久就认识了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 我完全接受了 我完全接受了 这条路走了六十年了 证明老师的指导完全正确 谁对老师感恩了 老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什么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与人无真 与事无求 最高的享受 那人在这个世界 是真名夺利 可怜了 哭死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 无真无求 别人要求王位 他王位写掉 不要了 要是别人要争取 物质文明的享受 他不要 他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过着 健康快乐的生活 完全回归到大自然 这个你要细心去体会 你才知道 这个路在哪里 那不是世间人 能够跟他相比的 他高太多了 人不容易特殊 为什么呢 迷在世所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现在就是超越 太难了 那超越是真自在 真路 这种超越 最重要是新超越 形式上超越 新没有超越 还是苦不堪言 新地真正超越 那真快乐 方现在画在 他真正体会到啊 额